万历初年 大明辽东组兵李承良 面对女真女蒙古的威胁 竟然成功镇守辽东长达22年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谋略 大明王朝面对女真女蒙古 一次次危险的突袭 究竟又建立了怎样的防御体系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 在线冥王清兴六十年之 城梁守辽 大明王朝的首都北京 自从明城祖朱棣将都城 从南京迁到这里的那一天起 北京就不断地遭受 来自北方蒙古骑兵的呼吸 甚至出现了几次 蒙古骑兵临城下的危险 到了明万历皇帝的时候 东方的女真部落又悄然地强盛起来 王朝的边境防御成了关乎京城安危的重中之中 那么明朝究竟在东北边境建立了怎样防御体系 竟然可以使大明王朝在一次次的危险之中能够化险为夷 可以延续二百多年 明朝在万历时期派李承良担任至关重要的辽东总兵一局 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陶略 面对蒙古与女真的强大威胁 他又是怎样成功镇守辽东二十二年 还有清太子莫尔阿世 究竟若该怎样从这样严密的防守中建立起他的崭新王朝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 将与我们一同走进大明王朝烽火连天的前沿阵地 寻找辽东总兵李承良 在线明王清兴六十年之承良首辽 袁冲焕 他的命运 上面系着朝廷 下面系着辽东 与朝廷 我前面讲了 万历代政和朝政危机 与下面 我今天讲李承良首辽东 李承良首辽东的功绩和错误 直接影响到大明王朝的兴衰 更直接影响到袁冲焕的命运 下面讲第一个问题 被编防务 明太祖 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 在金陵金南京建立明朝 当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 连远沱河北上 夕达帅兵 远主北逃 退回草原 徐达临行之前 请示朱元长 说远逐北逃 是追呀还是不追呀 是奸之还是不奸呢 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 朱元璋做了明确的回答 明太祖实录记载说 彼气运急去 礼顾当衰 七成七败 据喜迹 若纵其北归 天命厌绝 彼自私尽 不必穷兵追之 就是说远逐北逃 你不要追他 听其自然 远逐北逃之后 自称大元 史称北元 他的主要的军事力量 明朝没有完全加以退 史书记载 北元 印功之士 不下百万 是一股很强大的力 这就是给后来明朝北部的防御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带来了很严重的问题 面对依然拥有强大兵力的 元朝残余时 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 将会实施怎样的防御 来保证大明江山的稳固与延续呢 两大势力 曾经对抗于战斗的前年阵地 又在哪里 明朝建立之后 首要一个问题 就是北边防务 因为固元势力 总想复辟 重新回到中原 恢复大元王朝 为此 明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主要有三 第一 迁都北京 天子守边 就是明朝都城 有原来的金陵 金南京 迁到北平 金北京 天子守边 天子亲自守国门 二 大修长城 构筑 构筑 防线 第三 设立九边 驻兵 防守 九边就是沿着长城 又东望西 设立了九个重要的军阵 这个九边就是辽东镇 冀州镇 宣府镇 大同镇 太原镇 玉林镇 顾元镇 宁夏镇 和甘肃镇 九边的这个边不是国界 是中原农耕文化 和塞外的草原文化中间的一条大概的界隙 是中国国内中央政权和地方蒙古势力之间的征战 明朝 明朝设立九边 从我们今天讲的 关系密切的是辽东镇 辽东镇的设立是在洪武初年 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 简称辽东都司 在这儿设一个军阵 辽东镇 最高军事长官是辽东总兵 还派辽东巡抚和辽东巡岸进行监阵 辽东镇 辽东镇有严密的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 从亚鲁江开始 往西 大约有一千华里长 这个防御体系 由镇城 陆城 卫城 索城 宝城 五级组成 军队实行军团制 这样辽东都司 辽东镇 组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 层次分明的 互相联系的 依托长城的 一道强固的防线 辽东镇 辽东镇的总兵 一任一任很多 跟我们这次讲 密切相关的一个总兵 就是李承梁 李承梁 生于1526年 死于1618年 享年93岁 他的先祖在朝鲜 明初内福 就到了辽东 所以说 李承梁祖基铁岭 就后来落进了铁岭 他们家世代是五官 李承梁小时候 家里头不富 所以明时李承梁传说 年四十还未诸生 就还没有官 还没有做官 有一个雄案 就对李承梁做了资助 资助他 到了北京 开始升为参将 后来升为副将 后来又升为总兵官 李承梁 恰恰恰是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 就是万历元年到万历十年 大提这段时间 张居正对内政是内政 朝廷外 他就支持七级光 支持李承梁 所以李承梁和七级光都有所作为 李承梁在辽东 前期守疗二十二年 第二次守疗八年 前后三十年 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 遏制蒙古 第二 打击海溪 大明王朝 在它漫长的二百多年里 与北边蒙古势力的战争 就几乎没有中断 甚至有过蒙古骑兵长驱直入 兵临大明王朝首都北京的例子 那么当时的情景究竟如何 万历朝的李承梁 究竟又有什么过程之处 竟然可以平息 王朝北部边境的危机呢 二 遏制蒙古 我刚才讲了 明朝北部主要是蒙古问题 蒙古问题与明朝相识重 我刚才讲了 北元 隐功之势不下百万种 这么强大的一股势力 经常威胁到明朝的首都北京 举两个例子 第一 就是明正统十四年 1449年 几四年 史称几四之变 蒙古瓦拉夫的军队 达到北京 明英宗亲自率领五十万大军 到了北京的西北 土木堡 史称土木之变 明英宗大败 全军覆没 明英宗做了瓦拉的俘虏 堂堂大明天子 做了蒙古瓦拉的俘虏 第二次 这是嘉靖二十九年 一五五零年 这一年是庚序年 史称庚序之变 蒙古的安大汉率领军队 打到北京城下 直接威胁到明朝的都城 北京 兵退之后 明朝为了加强对北京的防御 开始修北京的外城 2004年 复建的北京永定门的门楼 就是当年北京外城的南大门 永定门 后面我们也讲到的 广区门 左安门 都是北京外城的城门 家境连接行 但是到了龙庆的时候 安大汉 娶了他的外甥女 就是三娘子 他们愿意从明朝和好 互同贸易 所以定了叫做龙庆合议 这个合议签订之后 史书记载八个字 叫做岁来入共 西塞以明安明 但是这是蒙古的另外一部 土蛮部等势力东移 主要移到辽东地区 这部分蒙古的势力很强大 他们的骑兵数以万计 集合起来以十万计 经常骚扰辽东地区 情况非常严重 当时的情况 就是万历初年情况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声势浩大 烟沉闭天 杀掠树外 村堡荡染 所过辽地 焚掠几近几乎近 这个时候是李成良首聊 李成良带着军队 同蒙古的骑兵作战 大战有十次 小战数以百计 我想举五次重要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次是万历三年 一五七五年 土蛮汉等率领十余万计 起兵啊 率领十余万计 升延二十万 强略锦州 益州 等等一带 李成良率兵 进行地狱 大败蒙古的骑兵 因此 因此李成良被授 太子太保 第二次 万历六年 一五七八年 土蛮等 几个部联合 攻略辽 辽阳 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 声势浩大 李成良率军迎击 掌握一千七百四十五级 取得大捷 李成良受赐 大红蟒袍 第三次 万历七年 就是一五七九年 土蛮 军队 又攻略锦州 益州一带 甚至兵 到广宁城外 就是明朝辽东都寺的分司 李成良 又提兵抵御 掌握一千二百八十七级 第四次 万历八年 就是一五 五八零年 土蛮汉又揪集了四万骑兵 每一个骑兵牵牛二脚 就牵一头牛 羊三只 为什么呢 就做行军的那个食粮啊 他不带粮食啊 没有吃的就是杀羊 再没吃杀牛 攻略 李成良 李成良又提兵出赛 掌握七百五十级 获得大胜 明朝用这个事情 明朝用这个事情告祭交庙 就是向天地和祖先的宗庙报告去的打击 第五次 第五次 万历九年 1581年 这次 土蛮九和九部 一共有十万联军 大略撩动 消息传到北京 而且还要扬言要攻打北京 北京的安定门 人们就争着挤着要出去逃难 挤到什么程度啊 是日游见死者 践踏才死 北京惊慌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个时候 辽东地区蒙古势力很严重 蒙古势力最严重的时候啊 望东一直到雅鲁江 控制了整个女镇呢 由于这个时期 张居正用李承良手疗 屡获大姐 所以取得一个一个的军事上的胜利 还由于土蛮汉死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蒙古族一个首领也死了 各部之间矛盾纷争 互相倾压 逐渐走向衰落 相对来说 这个地区比过去安宁了一些 但是啊 摁下胡楼又浮起了条 原来蒙古势力到雅鲁江 控制着女镇的势力 蒙古势力衰落之后 女镇的势力又抬头 海西女镇的崛起 让李承良有些措手不及 当李承良在与蒙古征战 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 历史没有给李承良 任何喘息的机会 海西女镇的势力 已经开始公然地 向大明王朝挑战 喘息未定的李承良 还会重演 他在蒙古所获得的胜利呢 三 打击海西 当时对辽东构成了威胁 主要是海西女镇 海西女镇主要分四个部 就是叶赫哈达挥发布朗 其中最强大的是两个部 一个是叶赫 所以李承良用兵的重点 就指向了叶赫和哈达 为此李承良对叶赫和哈达 进行了三次重大的军事打击 第一 摄四圈纪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 就是诺哈士起兵这一年 也是袁崇焕降生的前一年 明朝不愿意看到叶赫势力强大 怎么解决就设了一个士圈纪 就是叶赫首领要带着他的部众 通明朝进行贸易 马氏贸易 地点在开远 事先在开远的这个中固城 布置好了 埋下了伏兵 叶赫贝勒清家努和杨家努 率领两千计 就到了开远 要入室 明朝的巡抚李松 和李承良 他们设计好了 说你不能两千人 我要先研赤书 就是证件了 证书 我要先研赤书 只许你带三百人 进到这个士圈里头 他有一个围墙围着 战士清家努杨家努 带了三百人 就进了士圈 完了大门一关 伏兵四起 突然出动伏兵 把叶赫两个贝勒杀了 所带的三百一十人全杀了 李承良在外面 得到了这个信号 帅着军队就攻打 叶赫东西两个山城 用叶赫的贝勒和主要的将领 都出来了 又受到突然袭击 叶赫大败 李承良攻打叶赫东西两成 斩杀了一千二百五十二级 总算起来 士圈纪这一次 明朝 杀了叶赫清家努杨家努两杯了一下 一共是一千五百六十三级 卡绕一千六百五十三个头啊 与叶赫以重创 使他很长的时间 缘起回复不过来 这是第一次 第二 打击哈达 1587年 这一次攻打 斩杀了哈达 五百五十四级 这当时都是很大的数字 因为他们人口很少啊 这五百五十四级 主要是成年男子啊 他主要不杀小孩 主要是成年男子 这是把那个军事的主要力量 给你看掉 于是哈达受到重创 哈达受到重创之后 叶赫 新的贝勒 就是布斋和纳陵布露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 势力又强大了 第三次 万历十六年 1588年 李承梁又率兵 攻打叶赫 叶赫 东西城的贝勒 和布民坚决抵抗 李承梁发炮 摧毁了他外城的城墙 把他那粮教挖出了 颠火烧了 这是耶和贝勒 怕了 因为他最重要是粮食啊 把粮食挖出烧了 他整个没饭吃 这次打的结果啊 史书记在拔着 叶赫东西两个城啊 城中老少 昼夜哭泣 李承梁经过三次 对叶赫哈达的沉重的军事打击 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产生了什么结果呢 我刚才讲了 李承梁是一个拳头遏制蒙古 另一个拳头打击海西 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产生什么结果 产生了李承梁总兵 万历皇帝 他们都没有想到的第三种结果 就出现了一个局中之局 这个局中之局究竟是什么 在李承梁遏制蒙古 打击海西女真 都获得了空前胜利的赴兰 大明王朝似乎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割我升平 怎么会突然之间又有一个局中之局 是有什么东西让李承梁 和万历皇帝疏漏了吗 四局中之局 我刚才说了 李承梁镇遏22年 大仗打了十次 每一次告劫的时候 向朝廷报劫的时候 上自阁部 内阁六部 下到都府 总督寻府 升官阴子 谈官相庆 告继娇妙 朝野欢腾 赏银 赐金 明史李承梁传 记载李承梁的功劳 怎么说呢 他说 天帅武功之胜 二百年来 未有也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李承梁 晋辽八年 这时候 他就七十多岁了 李承梁退的时候 八十多岁了 这时候李承梁 已经不是当年的李承梁了 智蛮义德 联络朝廷 飞扬把扶 腐败 你来 李承梁的家族 他弟弟当了参将 他五个儿子 李入松 李入白 李入真 李入张 李入梅 都官做的总兵 他还有四个儿子 李入子 李入吴 李入贵 李入南 李入贵 也都官做的参见 李二 armed 李士家族 在铁岭 形成一个强大的 地方势力 由于李承梁 他的功绩 他的过失 就出现了 另外一种局面 出现了第三种结果 出现了居中之居 这个居中之居 是李承梁没想到的 万历帝也没想到 历史啊 往往是这样 李承梁的一个拳头遏制蒙古 另一个拳头遏制海西 对立的双方可以看到的是 蒙古被遏制了 李承梁得胜了 海西受到打击 李承梁立功了 对立面的中介 这个历史的夹缝 往往被人忽略了 我说 要用第三只眼睛看历史 我们通常是两只眼睛 一只看到蒙古受到遏制了 另一只看到李承梁得胜了 还要用第三只眼睛 要看对立面中介的那个夹缝子 那些问题 去观察 去分析 去思考 被隐藏着 还没有显露的 那些历史问题 清太祖 诺尔哈赤 就是从这个历史的夹缝当中 走出来 登上了历史舞台 出现了满洲的兴起 下一讲 我讲满洲兴起 谢谢大家 一朝天子万历皇帝 二十年不比朝政 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正在蓄势待发 一处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即将燃烧在大明王朝的天边 两个强势人物的生死对决 究竟从何开始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 严重年 再现冥王清新六十年之 满洲兴起